今天咱们不是美容节目 听起来矛盾重重 当初挥哈尔滨是谁的主意 挥哈尔滨他的主意 当时我其实不愿意回来 我们去年7月份的时候 广州我们一直进展得挺顺利的 我们把广州所有的事业都扔下了 就因为他催促 非要回来投资这个学校 但是我同学人家已经把房子租好 人家就等着咱的资金了 关键他没有资金 他开不起来了 你了解这个行业吗 咱不说特角 右角都没有了解过 你说突然回来做改行 但我同学做过呀 你再做过你能保证盈利吗 我们把所有的资金拿回来 都去投入到这里了 我们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这里了 广州的生意也没有了 对不对 一年了我们现在都没有收入 这不是没有结婚的原因吗 我一说这个 你就给我拿出来这个话 就想让我撤资撤资的 房子撤资我们自己买了 那结婚你为什么不能 让你父母出点钱呢 没有说不出啊 说过吗 咱俩还没有讲过结婚这些事情 现在生活压力挺大的 事业也没有成功 而且没有固定的收入 缓缓吧 不着急 都五年了 再等五年 那我等不了了 为什么呀 年龄这么大了 我怎么等他呀 再说了他年龄这么小 万一他哪天变心了呢 而且现在天天晚上出去吃喝 我又不知道他干啥去了 打电话又不接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不回家睡觉 我知道你干嘛呀 我都说了都特殊情况 对不对 我一共就那么一两次两三次的 你总说特殊情况 我都说了就是不允许 不行 其实这两个人的相处模式 或多或少也看出一些来 女生大概心里是害怕 这段感情没了 所以想有一个婚姻的形式 来保卫她 是吧 好 老师们如何帮他们做分析呢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白老师 用婚姻根本就摔不住一个男人 因为现在离婚率这么高 她结了婚 有了孩子离婚的多的事 所以婚姻想要去拴着 我们一起进入业务 有一点儿 就是说 里面进入业务 没有人 是 那 我 也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